首先欢迎你来到荷兰特文特大学院,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季节。 你好,我也非常高兴你能够来到这里,我叫Diana徐冉,双人徐冉,升起的冉。 我是来自菲利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洲研究院,我的职目是人力资源经理。 那么你来到这里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荷兰是你来到第一个国家吗?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中国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所以菲利普在中国呢,我们也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把中国定为第二故乡。 所以说我们中国目前差不多有15000元工,那我们希望到2015年是增长到22000元工。 中间是有7000个员工这样子,希望能够从全球,也从国内来进行招聘。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我们一直觉得,当时也一直看到就是说,在国外,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大学生。 那么我们也是说希望他们能够毕业以后,能够回到中国,回到中国去见证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内史性的这种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其实不管对他们来说,然后对于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云云的一个状况吧。 所以,因为菲利普是荷兰的公司,所以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荷兰。 然后那么其实,因为既然我们是来自菲利普一贯,是一个叫什么技术创新的,一个主称的一个公司。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说,也是会比较focus在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创新性的人才。 所以说,像这边呢,荷兰应该是第一站。 然后呢,我们以后也会做更多的这种国际型的这种学校的招聘。 那其中,你的大学应该是我们第一站的三个选中美学校之一。 我们出来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也并不是很清楚到底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不是说到底是需要每方面的人才,然后我们对人才的希望是什么样。 所以你也希望通过这一次跟大家的沟通呢,大家也可以跟其他文学寡而告之外,让大家知道就在国内的一些状况。 然后和我们的一个希望的结合。 那么就是,对于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公司的HR,你认为在荷兰留学的中国学生相对于其他的中国学生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优势,我们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我是觉得,因为在中国以前的教育体系,我们还是感觉到大家好像是被填鸭式的教育。 那基本上在从小到大都是有教授给你课题呀,或者是然后在某些人的引导下,或者在压制下,我们也不要加持这个说。 他这个教育体系可能就是说,希望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他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新的东西让你填进来。 但是这个呢,就让我们的同学可能缺乏一定的主动性。 然后他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去,第一,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去思考。 那么在很多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我们会发现,第一,他们动手能力很强。 第二,他们真的是主观的动性,他们自己去考虑的事情。 然后对很多东西,他才具有很多主动性。 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觉得在国外留学的同学,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强项。 甚至比方说,还有从独立性啊,团队合作性上来说的,都是自己来比较比较独特的。 那么就是,刚才我说了,有很多就是在外面留学的学生小朋友工作。 能对这部分的人群,你对他们的职业的建议有关系吗? 嗯,其实我们,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都是能够很理解。 就是大家很多有些人,比如说毕业以后,可能想在国外再去待几年。 那也有同学呢,想马上回去工作。 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我觉得不管是在这边工作,还是回国的。 那我们可以分立一个,大家就是说,应该,首先我们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就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是从一个大学的校园的环境,然后踏入到社会。 其实不管你是在哪里受教育,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 那么,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同学,也就是说,把心态呢,不要放得太高,不要太好高不远。 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有时候就是说,那么你自己首先要仔细要想一想。 不是说你一份简历只是告诉我们你学过什么,你做过什么, 并不代表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你将来能够做什么,看不到你的能力。 那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你求职之前,大家应该要比较仔细地去想。 就是说,我到底喜欢做什么。 我的未来,我们也是建议你去做自己喜欢做你的事情。 对,发扬自己的长处,尽量避免自己的短处。 那就说,所以你自己要想去,我喜欢什么,然后我擅长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千万不要去做那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我怎么样结合我以前的这种教育背景,或者我受过了一些特别的这种培训, 或者是我自己的特长,然后让自己的简历开上去更特别一点。 不要千篇一律,就是说按照同一的格式去写。 这样对你来说,可能都是淹没在这种简历的大海里面了,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你想清楚以后,当我们公司收到这样的简历的话, 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在什么样的部门或者职位上,去跟你找相对应的这种工作。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也是想要去准备自己的简历。 然后就还就是说,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老是想问我学的是这个。 那我出去以后,我肯定想做这块的东西的。 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学的东西,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基础知识的机会。 将来你真正到这个公司企业里面去做的话呢, 其实最主要,你要学到,你会去继续去发展自己很多新的领域的。 然后你也要去很快的吸收很多新的东西。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专业,就是把自己的选择, 其实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面。 我们经常就会跟大家建议就是说,想得广一点, 但是呢,目标呢,一定要集中。 因为你留学了,就可能会怎么样。 因为其实从每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说刚开始的话, 其实基本上起点可能都差不多了。 那可能给国外留学背景,你们会有一些有一点点不同的对待, 但是基本上大家,我们都让你们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 那只是就是说,你通过你以后的表现, 就像我们刚才讲,你们有这些,比方说主动性啊,动手能力啊,团队合作。 你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在一个在不同的项目里面进行发展的话, 你的这种优势会慢慢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看出来你的能力, 就能体现出你的能力了。 那么体现完你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会经过每年,我相信每个工资都会有自己的这种 考评的绩效考评。 那么如果说你的能力被充分发挥了, 那么被充分认可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来分开每个人的不同的, 这种发展职业发展的渠道。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 比较适合做一个具体的工作, 然后他就一直很轻轻喷喷, 这个也没问题, 那我们就说你继续往专家的方向去发展。 那有些人他就说, 我特别喜欢管那方面的, 没问题, 那我们就说, 那当我们同学也就会, 那就说, 因为你刚刚工作经验不是很长嘛, 那你就说, 你可能还没有机会让你去管人, 那但是就说, 你怎么样去准备为自己的下一步, 去进行很, 打下很好的基础, 然后说我们就可以建议你去, 找你的这个HR, 就人力资源的人去聊一下, 看看我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到底哪些地方是我要下一步, 才能够进一步的往上面进升, 对吧, 然后就是说, 也有些人呢, 他可能就是说前两年, 对他还是选择, 还是比较迷茫的, 因为他可能只是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不是真的他最喜欢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你不要用太长时间, 去考虑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每份工作一定要好好的去做, 我们从来是相信, 只有你在同一份工作上做得比别人好, 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有特别好的一个绩效成果出来, 或者说我在这个团队里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带头作用, 这些都是会被看在眼里, 也是记录在档案里面的, 那么以后也会为, 为你自己以后的职业进行发展, 会打下很坚实的接触。 嗯,好,非常感谢。 嗯,谢谢你。 好,谢谢。 好,谢谢。